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领朝阳 给千年古塔披上了霞光 叮叮当当了风铃声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定州 这座位于河北省中部 有着两千六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小城 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来到定州 不只是能够感受到那份古琴古调 还能够听到很多与宋代大文豪苏式有关的坊间传说 这其中就有一种传统美食 新宗熏肉 宋朝原有八年 也就是公元1093年 苏式官职辈典 到定州任之州一职 官场不得志的苏式常在府补衙内赏识银诗 苏式在此曾得到一块产自太行山的雪浪石 使为至爱 并为此时赴诗一首 太行昔来万马屯 始于戴月争雄尊 此身自唤淑妃梦 故国山水流心存 苏式借识研制 豪迈中又带有一缕的悲开 偶然一天 他见到府衙内一位姓王的厨师正在煮制猪肉 锅中的猪肉不仅色泽暗淡 而且还带有一些猪毛 深谙美食之道的苏式顿时大怒 命令厨师将肉从锅中捞出 并点燃一些松柏枝条 将猪毛鸟烤掉 令苏式没想到的是 经过烟熏火鸟的猪肉 居然色泽红亮 口感别具一格 这引发了苏式的极大兴趣 仙下之余苏式便与这位姓王的厨师 一起揣摩熏肉制作技法 经过反复的比较 推敲 终于总结出一套 先用多位植物香料腌制鲜肉 将肉微熟后 再用松柏枝熏烤的熏肉制作技法 被苏式称为熏肉秘法 1094年 苏式官职再次被贬 离任定州之州 这套熏肉秘法便由这位姓王的厨师保管 并传给了后人 王氏后人以此为生计 走街串巷卖熏肉 后来又开启了熏肉店铺 取字号为新宗熏肉 时光如烟云般消逝 新宗熏肉制作技法代代一波传承 令代代总结升华 与传统熏肉技法何必传下来的 还有每次煮肉后都舀出来的那一瓢老汤 因为代代熏肉制作师傅都坚信 老汤浓缩着历史 也浓缩着新宗熏肉美味的精华 2013年 新宗熏肉制作技艺 被列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宗刚是新宗熏肉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为了使这门技艺新火相传 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大儿子王江帅 在他看来 制作新宗熏肉是一门艺术 一门利用传统烹饪技艺调动味蕾情绪的艺术 要想掌握其真谛 非力经长期熏陶不可 新宗熏肉技艺代代相传 用这套技法制作的熏肉种类也不断丰富 现如今 新宗熏肉的种类已经有 熏乳猪 熏猪儿 熏驴肉 熏兔等不下上百种 但不论是何种熏肉 其外表都呈现为浓郁的酱红色 鲜亮诱人 这样的熏肉似乎不用品尝 单单靠视觉刺激也足以令人垂涎欲滴 在众多的熏肉品类中 最富盛名 最受青睐的当属熏肘花 您看这熏肘花 白线缠绕 通体降红 肉皮精亮 对唇齿的诱惑实在难于抵挡 这样一块肘花是如何熏制出来的 我们跟随新宗熏肉两代传承人 一起走进新宗熏肉的美味世界 坚守老味道 尚好的食材必不可少 熏肘花的原料来源于猪肘肘 剔除肘肘中的骨头可是一项技术活 没有丰富的经验实在难于完成 骨头要整根剔除 骨头上不能带有过多的瘦肉 剔除骨头后的瘦肉 要快快相连 不能领散 肘子要外观完整 肉皮不能被破坏 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也是代代新宗熏肉制作纪人 恪守的剔骨标准 您看这二位 一手按住 一手操刀 沿骨头表面入刀 刀锋紧贴骨头表面转上一圈 这时骨头前端就已经与肉分离 接下来将肉向外一翻 骨头已经露出了一半 刀尖用力 刀锋再次沿骨头表面旋转 这时整根骨头就与肉完全脱离了 您看这剔除骨头的肘子 虽略显凌乱 但瘦肉快快相连 翻转过来再看 外观完整如初的肘子 俨然出现 据师父讲 这种踢骨的方法叫做掏骨法 和有骨头的肘子对比看一下 外观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呢 剔除骨头的肘子 要放入常温清水中进行浸泡 目的是为了去除杂质 肘子肉中会含有少量的血液和粘液等物质 这些物质如果不去除掉 会影响熏肘花的口感和品质 一个接一个的肘子缓缓沉入水中 空心的肘子在水中吐出回旋的气泡 在水的浸泡下 肘子肉含有的鸡红蛋白等种类的蛋白质 会充分吸收水分 而肉中含有的残余血液以及粘液等物质 会被浸出 一般在常温下浸泡三到四个小时 清水会逐渐变红 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蓄状白色物质 这便是肉中被大量排除的血水与杂质 经过浸泡的肘子肉质会变得更加鲜嫩 这时要对肘子进行精细处理 将猪皮上的残余猪毛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将经过浸泡而显露出来的腩肉轻轻剔除 留下一个紧实光滑的肘子 棕色的汤汁上面漂浮着形态各异的佐料 在汤汁中浸泡着肘子 这就是腌制 腌制是赋予熏肘花美味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秘诀就在汤汁里 而汤汁的关键则在于佐料的选择搭配 这些佐料都来源于植物 有的是植物的叶片 有的是根莖 有的是果实 足足有四十多种 王宗刚告诉我们 制作腌肘子的汤料 要用到其中的十八种 这是肉扣 这是草果 这是桂皮 这是凉浆 丁香 八角 茴香 花椒等等 王江帅虽年纪轻轻 但跟随父亲王宗刚已经学艺多年 什么佐料起什么作用 用量多少 哪里产的哪种佐料品质好 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十八种佐料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味道 当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便会形成一种合力 那就是去除肉腥味 增添新香味 十八种佐料分别称重 王江帅是那么仔细 每种佐料用量不同 腌制出的味道自然不同 十八种调料按比例调配 即使是细微的比例变化 都有可能改变熏皱花的味道 因此 代代新宗熏肉制作技人 都将佐料配置技法 视为传家秘籍 只传授于自己的下一代传承人 从不外传 将肉蔻 凉浆 草果 等十八种佐料 按比例添加后 放入冷水中 淘洗干净 将淘洗好的佐料 倒入常温清水中 各种佐料在清水中 不断地吸水膨胀 其中含有的香腥物质 也不断地融入到水中 一般需要浸泡三十分钟 这时就要把肘子 加入汤料中了 肘子接二连三地 被放入汤料中 为了避免肘子 在汤料中出现漂浮 影响腌制效果 会放入一个铁壁子 再压上一盆清水 肘子就这样 静静地浸泡在汤汁中 慢慢浸染着汤汁的味道 时间在流逝 肘子的味道 在一分一秒发生着改变 经过五个小时的腌渍 十八种佐料的味道 已经浓浓地渗入肘子中 这时就腌制到位了 将肘子捞出 肘子表面已经不再白嫩 透着淡淡的棕色 这时的肘子已经具有了 非常浓郁的辛香味道 裹着汤汁的肘子 被放在通透的铁架子上 进行量制 当肘子表面 不再有明水时就可以了 腌子好的肘子 要一个个装入网套中 网套由棉线制作而成 在使用前已经进行了消毒 两人合作 一人称网 一人放肘子 既有节奏 又有效率 套网时对每一个肘子 都要进行整理 做到肉皮在外 并将瘦肉包裹严实 从而保证熏肘化的外观精美 将肘子装入网套后 将两端的线 撑起寄紧 肘子就被牢牢地套在里面了 套网是对肘子进行定型的过程 从而保证肘子在组织过程中 不会随着汤料的沸腾而走行散掉 一个个好似被五花大绑的肘子圆滚滚的 被麻利的撞到筐里 腌制好的肘子已经充满了浓郁的新香味 接下来还得让这个味道得到升华 就得靠煮了 煮是制作熏肘花的关键环节 也是再次赋予肘子浓郁香味的关键环节 要想肉味香 老汤配新汤 这是新宗熏肉制作技法沿袭的组上规矩 把老汤与清水混合均匀 虽然老汤的比例很小 但从汤汁的颜色中可以看得出 老汤真的很浓 当汤汁加热到微微冒热气时 就要放肘子了 一把看似非常简单的两爪勾 能够勾住棉网 把肘子提起放入锅中 既方便又好使 肘子进入微热的锅中 立刻就沉入了锅底 这时就要添加佐料了 这是新宜 是晒干的紫玉兰花蕾 具有浓郁的芳香味道 这是沙仁 既具有辛香的味道 又具有健胃消食的功效 这是八角 桂皮 花椒等等 一共12种佐料 按比例配置后 撒放在汤汁中 汤汁咕咕咕咕咕的冒着泡 温度在逐渐升高 佐料的辛香味道 缓缓地释放到汤汁中 汤汁的颜色逐渐变成了红棕色 当锅边的汤汁开始翻滚时 加入铁壁子 接下来要大火猛攻 爆竹15分钟 汤汁快速地翻滚 爆竹是对肘子一个快速定型的过程 也是排除内部杂质的过程 在高温组织下 肘子表皮部位快速收缩 内部残余的血水 粘液等杂质 在肘子表皮收缩过程中 会被挤压出来 将大火转为小火 这时杂质漂浮在汤汁表面 撇去杂质 继续大火猛攻 汤汁不停地翻滚 经过爆竹的肘子 内部的杂质已经基本排除干净 而肘子具有的肉腥味 也得到了很好的去除 继续大火猛攻爆竹15分钟 添加盐 捞出铁壁子 接下来就要再次添加佐料了 料包中含有凉浆 山奈等24种佐料 这时候就要转入小火 微炖入味了 微炖一般需要经过三个小时 一个个呈红棕色的肘子 在汤汁的浸润中 在慢慢成熟的同时 也慢慢地吸收着各种佐料的精华 渐渐地伴随着蒸汽的不断生腾 肉成熟的香味夹杂着佐料的新香味道 开始飘逸出来 接下来要再次大火猛攻 进行收汁入味 收汁入味 火猴控制十分讲究 一般需要一个小时 火猴过大 过小 都会影响口感和外观品相 经验丰富的师傅 只要用两肘勾一扎 通过用力的大小 就能够判断出肘子 是不是煮到火猴了 轻轻一扎 肉勾能够穿透肘子 说明火猴到位了 这时就要出锅了 一个个煮熟的肘子被勾出来 冒着腾腾的热气 那浓浓的香味立刻飘进您的鼻腔 煮好的肘子 如果您忍不住尝上一口 它的美味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不过您却品尝不到 新宗熏肉最主要的特色 那就是熏 经过熏制的肘子 它的味道会更胜一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熏制肘子的过程 熏制是制作熏肉 画龙点睛的一笔 熏制肘子必不可少的就是熏料 这是用苹果木 桃木 松木 柏木 和甘蔗皮等16种原料 混合在一起制作而成的碎屑 这是白砂糖 这是用砖茶制成的碎末 这是核桃皮 这些都是用于制作熏料的原材料 各种熏料的种类和配比 一直被新宗熏肉制作记忆 传承人使为秘方 熏料中水分的含量 直接影响着烟雾的大小 决定着熏肉上色的轻重程度 也决定着熏肉独特的熏香味 为了确保熏出来的肘子 口感以及味道都能够达到标准 王宗刚时常亲自检查熏料 并将经验一点一点传授 给儿子王江帅 他介绍说 熏料是否水分适中 需要用手来体会 当熏料握在手中的时候 手中有微湿感 并且熏料会从手缝中自然下落 这便是水分适当的熏料 一个个肘子在经历了多道工序后 被整整齐齐的码放在铁壁子上 这时就要进行熏制了 熏肉则是通过熏肉炉来进行 在开始熏肉的前两个小时 就要点火升温了 当炉温达到130度时 就到火候了 将肘子放在熏车上 推进炉堂 这时迅速地把熏料添加到炉底 夹杂着果木香气的浓烟 顿时腾起 关闭炉门 炉堂内的温度会快速升高到200至250摄氏度 炉堂中 煮熟的肘子在浓烟的作用下 悄悄地进行着升华 是一种外观的升华 更是味道的升华 对于经验丰富的熏肉师傅而言 通过炉门缝隙溢出的烟雾量的大小和烟雾颜色 就能够判断出熏肉的质量程度 一般要熏至10到15分钟 肘子便可以出炉了 这就是熏肘花 您看 表皮油亮晶莹 网状的棉线套在身上紧实饱满 反着诱人的光韵 肉的香味 烟熏的香味 搅和在一起 直窜鼻孔 是那么喷香诱人 又是那么回味悠久 熏肘花是新宗熏肉的代表种类 传承着新宗熏肉的经典味道 或许是一个偶然 当您途经定州 即可以亲眼目睹到那尊 令苏式独有情中的雪浪时 还可吃上地道的新宗熏肉 细细咀嚼 除了具有浓郁的香味 似乎还会有一丝历史的韵味 和那一缕 绵长的回味 新宗熏肉 选用优质猪肉 经过十几道 自 炖 煮 熏等制作工艺 制作而成 起香宜人 鱼香悠长 既可以入满汉全席 又可为日常家居美味 传统风味浓郁 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 现在他的第十代传人王宗刚 正致力于 勋松记忆的发扬和光大 相信这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传统食品 能够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好了 本期农老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